10秒鐘後即將登入地球快拿起手機下載全新飛碟App接收地球大小事 來先把 今天的最新的國際疫情的提供給大家今天是 那不是只有今天 今天台灣的內部的新聞可能在在關注 內閣的人士拉得今天的媒體很多的內閣的人士誰要誰要誰要當當副院長誰又升官了誰又被趕走了誰又如何了 好那這是內閣的人人士 但是 那個是台灣的台灣的內部的小 小氣候小氣氛了 但是 兩岸的氣氛以及國際政治的氣氛 其實都很緊張而且都很糟而且 都很瘋狂 倒過來講台灣的現在是在一個比較 你可以說 有點像像是外外外頭呢在在在刮在刮颱風 但是呢台灣的 那躲在屋子裡面呢 小確幸 因此台灣的內部的空氣的氣氛 外部的國際政治的氣氛的落差非常非常的大那個溫差很大 溫差很大就有危險 台灣 當下的這種的情況 我說有點像是 像是這種的 陶淵明的這個 桃花元祭啊 那這種靜太原武林人 那這波不小心的 這個 迷了路之後呢 進到一個地方 那 那個 很漂亮 很pure 那進去了之後呢 里頭的人呢穿著打打扮 跟他呢不太一樣 啊 講話口音也不太一樣 那 問起來呢 他們根本不不知道外頭事件的是什麼樣子 好那這種的 這種的桃花元祭 啊 根本不不不知道今夕今夕是何系的感覺 好那那個那個呢雖然雖然是雖然是中國人的中國人在讀文學作品的時候呢對於香格里拉 對於對桃花對桃花元就是烏托邦的原始想像 那那種的那種的原始原始想像像今天有點像是當下的台灣 我們好像的生活在一個桃花元裡頭不知道外頭的世界變成什麼樣子 那外頭的世界變化是非常劇烈的 好啦呃今天當然 呃除了除了你現在聽到的廢裂早餐之外待會9點半鐘 那有龍心天下 嗯 你聽聽看川普昨天的講話川普昨天他接受了他最愛的Fox News 那福福是電視台的訪問 那做昨天的福是福是電台專訪的時候呢 達到川普說呢 面對到面對到美中關係中美國關係 他說我們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 可以做的選擇里面包括全面切斷與中國大陸的關係 而且如果這樣子做 可以為我們省下五千億美金 呃 到美國人聽到聽到這種聲音的時候呢 我不知道 美國人會會有什麼感覺或者怎麼去 思考我我講的美國人是美國白人 我不會把亞裔啊 華裔啊 就因為你有美國公民所以我認為你是美國人 那我講的美國人是美國白人 因為美國白人跟美國非白人 同樣生活在那塊的土地上面好像呢有有有某種的共生的關係 但其實相互的對待以及彼此之間的不信任感是非常深刻的 我甚至覺得如果基於安全感上面的考量 那在美國的華裔跟亞裔的人口 你要提高自己的安全警戒因為未來 以這樣子的一個總統的 操作的 種族主義的操作 當我不是說 批評其他的國家 批評 批評有有色人種為主的國家 批評亞洲國家批評中國 那就是種族主義 不是 呃並不是中國不可以批評 國際政治之之間 大家當然都會有一些的立場跟厲害 立場跟厲害 基本上面就是國際政治的兩個 兩個主要的變數 彼此之間的立場差異 彼此之間的厲害差異 立場跟厲害就是兩個最主要的變數 但是除了立場跟跟厲害以外 如果呢開始的夾夾雜著這種的 這種的 很原始的 這種的民粹式的操作 把所有的騎士 那上綱上領 包裝 認為認為認為這就是因為你是中國人 這就是因為呢你是亞洲人 這就是因為你是男人 因為你是女人 這就是因為 你有宗教信仰 或者你沒有宗教信仰 這就是因為你是同同性戀 這就是因為 如何如何 這種的 屬於人的原始的特質 呃 就像是中華民國憲 憲法里頭的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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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文 就說呢中華民國的國國國國民 不分什麼 種族地獄 那是等等 如何如何 一律平平的 那個一律平的 聽起來 漂亮 但是在 在所有的 所有的政治平台上面操作的時候 你看到一個政治人物 他 最無忌可施的時候呢 他就會躲回到那個 那個那個騎士的框架裏頭 騎士的框架是最廉價的 騎士是不花錢 騎士成本很高 但是騎士不花錢 騎士的人 基本上面呢 不不花本錢 你想做一個 五本生意 還有什麼 比 比 騎士 是更好的五本生意 所以我總是在政治上面 如果 如果文明要有所提升 基本上面應該是訓練 所有的人 都能夠認識 認清這一點 就是 騎士是沒有本錢的 因此政治人物呢 在操作騎士 以及呢 操作騎士而來的 這種的 仇恨犯罪 仇恨言論的時候 現在全球因為因為川普的崛起 因為美國在川普的帶領之下 全面的向右轉 基本上大幅的向右轉 而且他的他的像他的向右轉 是有打方方向燈的 而且單一方向的是one way 去了之後呢是不回來的 那種的右轉 對全對全世界來來講 你都必須要有所有所解決 因為他的車速越來越快了 你聽川普剛剛講的這段話難道 難道就就只是 就只是川普的胡言亂語嗎 不是 今天的同樣的還有另外一條一條的新聞的是 是美國的民主黨是來自的Joe Biden的陣營 那來來自的Joe Biden的陣營 呃里面里面的提到的 我要我稍微看一下哈 OK 呃 我現在 我現在呢 暫時找不到那條 那條那條新聞 那條新聞的重點是說 OK好 我找到了 好那 這條這條新聞的重重點是 呃 同樣的 同樣的是是接受接受接受訪問 那因為呢 因為 美國的總統大選因為今年的11月3號投投票 那 距離現在只剩下不到半年的時間175天 那要代表的民主黨的挑戰川普的前美國的副總統 Joe Biden 他12號的時候他也透過他的外交政策幕僚 那 放話他說呢近日之內他要提出 比特朗普更具體 更有效 而且更強硬的 中國政策 好那這個Joe Biden的這個 這個團隊呢 在對媒體放話的時候就提到了 特朗普的對於貿易戰 對於 新冠肺炎 那他們用武漢武漢肺炎了 還有呢新疆的這個就維吾爾的在教育營等等中國問題總是 色力內人光說不練 因此呢我有了外交經驗非常豐富的Joe Biden 那才有辦法重新聯繫習日的戰略盟邦在戰略上面的重整中國包圍圈 好 我作為一個中國人 在台灣的中國人在台灣出身打長大的中國人 我作為一個統派 在台灣簡單分類的所謂的統派 對於尋求呢國家民族的統一這件事情 本人毫無懸念 好那 面對到這種所謂的所謂的 嗯 仇華 反中 他絕對不是因為今天的今天的中國呢是一個社會主義的 共產黨 一黨專政的政權 所以呢我就要用這種方式去對待你 不是我說了 美國在上個世紀的七零年代八零年代跟中國好得要死 那個時候的那個時候的中國 跟現在的中國 難道 就比較不一黨專政 比較不共產黨 比較不不是像像現在的 那種因為中國中國是一個 中國中國是一個高度的國族一體的 國家 雖然號號號稱的有五 有五十六個 民族 但是漢族的比例呢非常非常的高 而且呢在那個文化文化圈子裡面 即使五十六個民族當中的其他的五十五族 在外人看起來 也像是中華民族 我們自己在分的時候覺得說 就像在臺灣 你分得清楚 原住民甚至厲害一點 你分得清楚這是泰雅族 這是阿美族 這個是 塞塞塞下族 這是排灣族 這個是呢 這是呢 這個 平普族 你給你你或許 你厲害一點 對原住民稍微了解 你可以分得分得出來 你甚至於呢 如果語言上面來講 在通一點 你也可以分得出來 他們的語 有一點細微的差 可是我是說從外人角度來講 你們都還是一樣 好就像就像我們 我們分得清楚韓國人 日本人什麼什麼人 可是呢從西方白種人眼裡來講 你們都是同一群人 那這種的 這種的 這種的區分 這種政治上面的需要 他不是一個 一個 一個 邏輯上面的必然 他是個政治上面的需要 就是 不是因為你今天 今天中國是什麼 而是當今天中國已經變成什麼的時候 我必然就會有一個 對應的態度 好那現在 這種都是說在這場的選舉 從900等的這個政策幕僚的放話 他反映出來的是 果然 美國的民主黨 無計可施 那 特朗普的戰略 成功了 特朗普的這個戰略 就就就是 呃 用 用中國來 包裝 轉移 他所有的胡言亂語都無所謂 那很可怕 就是 今天地球上面最強大的國家 最有權利的領導人 是這種的水平的時候 那 作為他的 再加上他是一個 民主的選舉體 作為他的對手 沒有選擇 沒有選 你如果要要繼續走一個 比較 比較自由派的 九百等從1970年代 他在19191972年73年就已經當參議員 參議員在美國是 是很是很大咖的 就已經當參議員 到現在 你可以想見他的政壇上面的已經已經打打滾了四十幾年 那這麼長時間里 里面 九百等一直都是一個比較自由派的定位 可是那個自由派 顯然面對到一場的選舉的挑戰的時候 九百等的 已經 被 當中川普的這樣子一個反中的策略 大戰略的那個巨大的引力 給拉拉過去了 當然不用等到今天了 在 幾個月月前我大概在節目當中包括了在 在的直播節目裡面我已經我已經再三的提醒就是 你 不管你是 從一個中國的角度往外看 或者從個華人的視角 那往外看 我提醒的就是說今天美國的反中 美國的仇仇中 美國的恨中 美國呢對中國的敲打 把中國呢 呃 當作是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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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頭號的假想敵這件事情 他是沒有政黨差別 他不是以為就十一月十一月三號的選出一個 不是當中川不是現在的新右派的玩完全滲透 而且掌控 整個的整個的共和黨的溫和右派的聲音已經完全不見 當你說什麼叫溫和右派什麼叫做叫新的新右派 同樣是共和黨 其實他有很大的不同 過去的共和黨 上個世紀的七零零八零年代的共和黨 那個那個那個時代的共和黨 對於 對於國際貿易 他是他是 他是全球全球主義 那 基本上在一個全球主義的框架下面 他們對自由貿易本身呢是高度的推崇 是在以自由貿易呢為包裝的情況下面 對於世界各國如果違反自由貿易的精神的時候呢就會就猛烈的敲敲打打 但是今天 今天的當川普的是一個反全球化的 那你說全球化跟反反全球化怎麼會改變這麼大 你嚴格講全球化的作為一個概念 其實前面上加加修式的形容詞 上個世紀的七零年代共和黨追追求的是一個對美國有對美國有利的全球主義 今天共和黨也在追求一個對美國有利的反全球主義 因此那個全球主義跟反全球主義 他不是重點 你很容易被全球主義呢給混淆了 重點是上面的那個呢被影 被隱藏起來的羞恥 哪一個對美國有有利 或者說哪一個對當下的共和黨比較有利 那當 全球主義呢對美國有利的時候他當然大力去Push呢全全球主義的 當作是普世價值 曾經我們都已經被洗腦到 全球主義是普世價值 地球村 那我們我們我們是生活在一個很緊密的連 連結關關系里頭 那蝴蝶效應牽一髮而動全身 我們是如此深信不疑 可是在台灣2013年太陽花起來的時候我第一個警覺到的我那個時候寫的文章就是這個是一個1970年代出 就出來了之後 我第一次看到的 在向台灣這種規格及急速的發展德國國家出現了反全球化的運動 你現在看到的美國那更不要講 當你說太陽花這麼厲害太陽花走走在最前面不是你從2009年美國的查黨絕 崛起之後那個味道已經很明顯 只是用一種的街頭運動甚至於呢 用用主組織性的政府對對抗 然後呢貪瘓政府的運作 把全球主義的那樣子一個一個路徑 跟思考把它擋下來 台灣可能是第一個 好那到現在你現在你看到的就是以兩岸的為包裝的關關西的中中斷 今天的今天的新聞的脈絡 你看到的 你看到美國的政治氣氛選舉 他在告訴你這場的選舉會非常的血腥 我說選新不是真的見血啦 而是 會極端的沒有格調 那大家都會在比賽 大家就比賽在 誰對中國最猛 的這件事情上面飆車 而其他的議題就被掩蓋住了 你 防疫做的有都有 多爛 有多少人死在你 你總統任內 都不是重點 當中川普現在就在做這件事情 當中川普昨天受訪的時候呢 還有一句話 他其實是一個講話非常煽情的人 那種那種那種煽情的情況 在美國的政治人物裡面不常見 可能只有在過去的陳水扁可以的相稱敵畢了 當中川普就說 這波的疫情對美國的傷害 100個貿易協議呢也補不過來 多多多好 就是 我跟中國簽了那個貿易協議 有什麼用 中國對我們造造成這麼大的傷害 100個貿易協議也 也沒有用 所以呢 好好的修理他一下 好當然 並不是說今天因為中國夠大 並不是美國要喊喊修理 那就一定修修理得到 或者就一定能夠對中國造成一個一個多麼巨大的傷害 所有的國與國之間的關係都是雙面 美國要修理台灣當然 措措有餘了但是要修理中國就未必 中國可能是 美國呢 美國在18我意思說他1870年之後他已經是地球上最大的經濟體 1945年之後他是地球上面的獨霸的地位 191990年之後蘇聯垮台了之後 地球上面 只剩下 一個大國 一個 但是在2006年之後中國中國出現 中國出現 是美國在1945年之後 在國際舞臺上面他所看到的 如果像你國際舞臺是一場的 Party 美國呢本來的站在那個Party裡面他就是主人 他就是所有美光燈的焦焦點 所有的Party上每個人都在看著我 參加這場Party每個人當音樂一放的時候 美國出來開悟 所有人都在看著然後美國開悟了之後大家就開始了被公交的交錯 Party呢就開始了 每個人都必須要呢 在在即使這場Party的進行了兩個小時四個小小時 誰誰是這個Party的主人誰誰是這個Party裡面的Superstar 你只要注意看那個那個那個Party參加Party的每個人看起來大家呢都各聊各的 可是你發現每個人的眼睛余光每個個幾秒鐘可能就要飄飄向某一個人 那個人就是主人 那在過去幾十年都是這個樣子 但是中國出現並不是取代了美國 是中國出現讓美國覺得 今天呢出進來了另外一個灰姑娘 這個灰姑娘進來了之後呢 其他所有的姑娘突然間 突然間的發發現了王子也好或者其他人也好的目光的都轉移了 灰姑娘出來了之後灰姑娘的故事呢 Cinderella的故事呢最後呢雖然是呢喜劇收收藏 但是在這實物上面不會是這個樣 實物上面來講灰姑娘一定會招來很多很多的嫉妒 要當灰姑娘不容易啊 當你灰的時候呢在家裡面被被虐待當你不灰的時候你在外頭是被嫉妒的 好那這是呢 接下去的國國際政治的幾個呢大環節 這些呢待會呢在龍龍行天下的時候呢 在兩岸關係上面的也也會有很 很很劇烈的牽牽扯 我我進一下廣告了 廣告廣告前我把 在 前兩個禮拜 我開始談談一個概念就是把它整理完了之後 我說當下的當下的中國 當下的中國正在正在面對到一個 超級的系統性風險這件事情 當我這樣談的時候 我我知道會有很很多的 很多的 聽眾朋友大陸被背景的 一些的聽眾或者是關觀眾 你會 又不認同 因為 我覺得 我覺得大陸的比較 鷹派的朋友們 你們已經 鷹派到 鷹派到把中國想的太無敵 那是不可能 回到現實點 回到現現實點 才的才是真正的為國家 民主如果是 中國要走上偉大的復興之之路 那個復興之路必須要很務實 對前面所有的狀況跟風險 你都要有預判 跟預先應對的能力 那才有可能安安穩穩的走下去 進廣告回頭了 就跟大家說說早安 我很喜歡看 這個這個的 Roy Wang在 San Francisco打卡 然後 Eric Eric Tierroaster 在武漢打卡 好這個 隱形守護者 在呼和浩特 真的嗎 在呼和浩浩浩特嗎 喔 因為我沒 我沒 我沒 我沒去去過 那是 夢 夢裡面的想 想像而已 然後 我很有那種的 那種的中國 靈魂 對不對 就是 當然現在有網路的關係 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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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游 神游 我許多 這一輩子恐怕沒有機會一個地方去的神 神州大陸 那 OK啦 這個是我的情懷 或者 這是我這一代人 普遍都有的情懷 即使我們都已經到了 到了初老的年紀 看著 看著 國家情感的飄移 看著 民族情感的撕裂 異化 呃 看了會難過 不過 我們這 我們這個是世代 那或者那世代之間差異怎麼會這麼大 教育吧 我們 我們這樣的世代 即使我本身沒有經過戰亂 因為 我出生的時候 連 金門炮戰都已經打完了 我沒有聽過 槍炮聲的落落在我身邊的聲音 可是我們我們受到的訓練的都是大我的訓練這個大火訓練不是只有台灣 在全世界的在上個世紀的六零年代五零年代的時候 都是大我訓練 就像是呢 這個 這個Kennedy 美國的美國的這個被暗殺的那個總統 那Kennedy的名言 Kennedy說 不要問 我為國 就不要問 國家為我做了什麼 要問 我為國家能做什麼 那這種的大我訓練 犧牲小小我 完成大我 這個是我們這個這個時代的大我訓練 所以我們都覺得小我 沒有這麼重要 小我 再自私 小我呢 都基本上是被 限縮的 所以我們都有一個一個一個大我的訓練 覺得呢 成就成就大我 那 才才是 小小的偉大 那 因為成就大我 所以我們腦子裡面思考的都是大確信 不管我們多麼的卑微包括我明明的就只是一個小咖咖 可是在我們訓練裡面 總總總是思考一個 屬於自己的族群或者說 更更廣闊來的來講更膨脹一點來講在人類當中的大的幸福 大家在想的都是這種的大我的議題 大我的議題會說關關注 所以對我來講 我在我在年輕的時候當我選擇我大學要念什麼的時候 即使我知道念政治學我也我也我也沒有對從政有多大的熱情 但是念政治學 即使我知道念的政治之後我又不從政 那那我能做什麼呢 可是一個大我的情懷會把我引導的去 去去對於大國政政治 會有比較 比較有感應 但是現在 當我們在講小確信的時候 為什麼是小確信 我說因為小確信是因為現在的現在的教育的訓練是一個小我的訓練 是一個同同情緣的訓練 同情緣的訓練就是什麼事情都以自己為中心點出發往外看 能看多遠算多遠 那叫做同情緣的學訓練 同線訓練就是 今天我生我生活在台灣 台台北我在古廷區的這個最高的辦公大樓 裡面工作的時候我就從我這裡往外看 我我視角能夠少得到的地方呢 就是我認知的世界看不到的地方算了 因此我當然會小確信啊 我看不到的地方呢 即使無比大 可是關我什麼什麼事 所以你看到我們的我們的歷史 基本上面就被切割的 我們在看待現代的歷史教科書跟過去的歷史教科書 我聽到許多的政治人物 許多的這些的學者們在討論 叫這些教科書都是從這個統統 整讀然後呢都都是從從這個就中國跟台灣的對立元元素呢去看教科書的修改 可是 那那 這樣子的一個一個修改之後 就會造成世代之間這麼大的差異嗎 會 最大差異就是我 剛剛講的 從大我訓練變成是一個小我小我訓練 從 整個世代的集體努力追求大確信 所以那個時候創造的是一個大的幸福 就像現在當我們在回回顧 上個世紀的 七零年代的那黃金的十年八零年代的 那種當我們在這唱明天會更好 你會你會覺得聽了會會覺得起雞皮疙瘩 你講不出來 那就是我我那個時候我也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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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好啊 那個時候你說即使你聽了就 你就是覺得自己是個 是個是個 小資產 那但是往上頭看 比我有有錢日子比我好的人多多的是 可是我為什麼會覺得幸福 那種的幸福是一種的集體的幸福 那種的集體的幸福是一種的大確信 是你會感覺到在追求大我的過程當中 一個兩個三個世代一起努力之後 讓大家整個整個生活集體變好 但是現在的這種的小小確信 追求小我的年代 好的會很好 但是很好的那個人跟一大堆不好 是沒有關係的 因此那種的社會的摩擦跟對立就會變得比較的尖尖銳 而且無解 好 來我們再來看 剛 講到就說 現在的 今天的今天的 今天的國際政治的氛圍 已經會讓大家呢覺得 嗯 未來的未來的事世界的是動盪不安的 那 這種動盪動盪不安的氣氛下面 小 也不能說說說小 昨昨天我和陳鳳欣在政經龍鳳沛 裡面我們還最後還談了一小段 就是台積電何去何從 那 大概今天 台積電就有可能對外宣佈 宣佈什麼 他要到美國去投資 他的投資的落腳的地點呢是在 Arizona 那 Arizona是中 中西部州 那個是共和黨州 那個是川普州 那去這地方投投資雖然 今天你看到的已經曝光的一些的新聞說台積電準備準備去 那 可能會投資150億美美金 然後 要設廠 同時 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零二三年 可能的就會開開始的進進正式的運轉 雖然 雨帶保留說還要看 看是不是有利可圖 那成本如何等等 但是 台積電像不像是 台灣的人質 我們把台灣 我們的製造業部門 我們的產業部門 最重要的一塊 要送到美國去當人質 你說那 怎麼怎麼可以這樣講這是商業活動 他不是商業活動 如果今天是台積電自願 那就算 如果是在一個 國際政治的一個大國政治的操作下面 用各種的威脅利誘的方式 逼著全全球的大企業 都必須要乖乖就範 那真的要開罵的話 你會覺得 美國真的是超不要臉 可是 在現實下面 大家都低頭了 都排隊 都 進到了美國 設定好的那個那個區域裡面 去當人質去了 台積電要過去這件事情 你可以想 長見那個背後的整個的戰略的思考 對美美國 來講 一旦台積電宣布了之後 我估計了 特朗普一定會拿出來嘴個半天 證明他自己有多麼的優越 那 連台積電都來投資了 但是我都只說 在正常的 商業運作下面 台積電是不會去的 紅海也不會也不紅海或或許還等道理 如果如果他要他生生產他的大大面板 因為面板的運輸成本比較高 台積電生產的是 晶片 台積電的製程 超級厲害 已經早 早知道了工業4.0 好但是台積電要去當人質 這件事情 對我來講 看到的時候 覺得 煽然淚下 真不幸 真不幸的台灣 進廣告回頭了 8點55分59秒 還有一分一分半鐘的時間 好了我們 呃我們的我們我們先問流話好了你們你們流流話我都看到了 之前去年當我在在說 台積電的重要性的時候 我不是產業我問問題的專家 我都把我都我都把這些的當作是 當作是正政治分析的標的物 那我是用用用比較我我承認我是用比較政治的觀點 雖然我在談政治的時候我不是談陰謀論 我說的陰謀論對動機的想像 你永遠存在的空間 但但是那不應該是我作為一個 我自己覺得在一個媒體平台上面做政治 分析的人應該去把握的部分 陰謀論 就是口水 就講故事 說相聲 算了 我我我我覺得政治當中對我來講 比較重要的 或者我應該去承擔的 是對一個一個事情的分析的邏輯以及 他可能會有產生的後果 那 當去年 甚至前年我們在在在提醒 台積電 美國對台積電的毛手毛腳 絕對不會是空穴來風 當美國要去敲打 華為的時候他如果不能夠綁著台積電逼台積電就範 他對中國的敲打不會成功 換成如果 5G是美國絕對無法容忍 中國掌握的 先進科技 他要去掐斷這一塊的時候 他如果不能夠逼台積電就範 不可